大家好,我是老王,王亚军,毕名文外罪 想了好久,最近几天,大概两周了吧 也没怎么写东西 写了也没地方发,所以心情不是很好 所以前天上周六,白周日 那个是喝了不少酒,这油罐 发泄了一下,第二天我自己删了 不合适,喝了酒之后会没有把门的 好多朋友担心,其实也不是朋友们担心 我自己也知道,那样会很容易惹祸 所以今天再录一小段视频 还是聊他,还是聊他 我想把这段视频在国内也发一发,希望能发出去 所以呢,也就不提名字了 大家知道是谁就行 有人说2003年的那个SARS的时候 他是英雄,他那个主导了什么防治啊 呼吴广州医院接受病人啊 有没有这件事?有 但是,我现在给你们解读一下这个人啊 2003年2月11日,他在广东省那个卫生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公开宣称,市民到公众场合进行正常的活动是不会感染的 也就是说,在SARS,在广州,在整个广东最严重的时候 他告诉你,不用担心,没有人专闻 同年4月11日,他在另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广东省在SARS发病初期 不存在任何的隐瞒 这是他说的 我可以负责任 明白吧 所以,你说他有什么几个用处 咱们可以不提蒋燕勇 对吧 他把蒋燕勇所有的名誉,所有的攻击 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所以,我说他是欺世盗名 上面人家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以老奴才而已 而且,他是叫呼吸科的 呼吸科和传染病科的差距有多大 是都在医院,都是离那个什么肺不远 但是我告诉你,真正的学科的差异 你说川菜,对吧 火锅店,四川火锅和川菜的差异有多大 不是一个套路的 也不是一个体系的 学的课本都不一样 他懂吗 懂个屁 他是一中医 对吧 他是一中医 你让一中医去研究病毒 不是开玩笑吗 你让一中医去做试剂盒 不是扯鸡八蛋吗 对吧 所以,你看 他是靠着自己的名头 靠着自己内部的权力 拿到了试剂盒的独家研发权 拿到了之后呢 稍微有一丁点良心的人啊 他会在那么严重的时候 好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哪怕稍微的拖一段时间 对吧 大家可以理解 他用了多长时间 十七天 从拿下研发权到量产 是十七天 那么你说 从实验室到量产 这两个过程需要多少时间 最少需要十五天 对吧 咱就说再快一点 特试特办 十天要吧 一周也要的吧 他只有一周的研发时间 能研发出来个蛋 还不是满世界去抄袭 拿以前旧的东西 其他的那个病毒的试剂盒 按照一定的套路来组建 组装那么一个玩意儿 所以他没用 没有用啊 对吧 出口到什么意大利 西班牙捷克啊 还有东南亚各个国家 全都给退回来的 而且是骂着街退回来的 免费送的都给退回来了 为啥免费送还要骂街 还要退回来 耽误事儿 百分之三十几 都不到 其实是都不到 百分之三十都不到 不如扔硬币呢 对吧 扔硬币还有百分之五十 是吗 所以他这个东西 还连垃圾都不 但是钱赚到了 研发经费赚到了 他妈的检测实际的时候 每一个人多少钱 他也赚到了 对吧 为啥那么便宜 十几块钱 给到医院的时候是重标价十几块钱 便宜吧 你说是不是祸国英民 是不是在发民难财 对吧 哎呦 说那个 伊利 伊利是给了三百万人民币 请他站台 给了钱之后 在公开的那个发布会上 就拿了一杯 一瓶安慕西 在那儿 还舔个逼脸 为什么我说他舔个逼脸 说自己从小就喝牛奶 提高免疫力 喝你奶个蛋呢 你他妈三十六岁之前在干嘛 对吧 在医院里吗 还是在烧锅炉 哪喝牛奶去 哥们 那个时间你爹你妈正在挨披痘 你是属于黑五类的小崽子 对吧 喝牛奶 屎给你吃就不错了 要不要脸 就从小就喝牛奶 我从小就吃鲍鱼 只要给钱 钱给到位 对吧 说雾霾严重 说那个装修会导致白血病 他在那儿 吵了几天这个新闻之后 正式代言什么几个清氧呼吸机 事实证明那个东西很容易造成心肺损伤 这不是坑人吗 这不叫谋财害病叫什么 对吧 陈皮泡水抗病毒 哎呀 吸脚水也抗病毒 还有次里饮料 含维生素C 每毫升含多少多少 放屁 那叫 那叫放屁 你要想靠喝次里饮料 靠喝这些东西去补充维生素C 你得按吨算 按公斤喝 对吧 它还存在一个吸收问题 还存在一个吸收问题 其实它的逻辑很简单 我就不太喜欢吃任何的野生动物 我觉得一些所谓的野味味道不好 肉质也不好 味道也没什么特别的 肉嘛 对吧 但有人觉得它补 吃那些东西会大补 其实不会的 人类用了几十几万年的时间 精心培育出来的肉 才是最好的 无论是肉质 营养 口感 都是最好的 对吧 鸡啊 牛啊 羊啊 猪啊 对吧 哎 所以啊 说喝次里饮料 能补维生素C 能不能 能 你一天喝几公斤 你得先说这个 你没事 你还不如 吃两个 那个橘子啊 或者吃两片 那个微信小片 对吗 还便宜 板兰 莲花清瘟 血壁镜 血壁镜 莲花清瘟 反正那个鸡白里边 就含了那个 薄克醇 相当于一种激素 反正是 吃完了之后 减轻疼痛 就跟你吃止痛片的 效果是一样的 它治不治病的 不治 能不能缓解 能就这样 所以 巴兰根是西里安危机 莲花清瘟 算是一剂毒药 血壁镜 每年 从他上市开始 每年报告的 那个医疗事故 感染 还有那个 紧急的那个 什么反应 每年啊 每年啊 有几百上千起啊 这只是不完全的 一个统计 懂吗 他还在推 还在那个 说这个玩意儿 也能抗病毒 反正是 现在是病毒思念 什么玩意儿 都能抗病毒 对吧 我前段时间不说了嘛 现在是什么 掏大粪的 给不起钱 掏大粪的 给他几钱 他就敢说 吃屎能抗病毒 他有底线吗 没有 他有职业道德吗 别想了 对吧 他的职业 就是不道德的 他怎么可能 存在职业道德呢 你像这些企业 什么一粒牛奶 什么眼镜 什么白色家电 空调 就是那个 看着病毒肆虐的时候 首先想的是 我们牛奶抗病毒 我们他们眼镜 那个空调抗病毒 我们要发明防毒眼镜 你妈的个逼的 我都很纳闷啊 眼镜都能抗病毒了 神奇不神奇 神奇不神奇 这得多下三滥的企业 才会趁着疫情 发民难财 发国难财 才多不要脸 多黑心的企业 才会请这种人来站台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得多黑心滥费的企业 才会请这种人来站台 才会网上贴 说自己的东西 也他妈抗病毒 对吧 你还不是说他妈的 戴上他那个眼镜 能那个得诺贝尔学奖 对吧 都能考上清华北大 你逼了 对吧 好歹还他们能贴一点 其实就这么多东西啊 随便一说 随便一说 对吧 随便一说 一楼框 如果不是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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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非典 这老B那一脚 站正道了 被捧成了典型 对吧 被竖成了榜样 如果不是这样 早就办他了 他是 摊了一笔 一笔 摊了一笔 一大笔 那个研发基金 对吧 组建一个科研室 人家给了一笔研发基金 钻身老B挪出去 买房子买车了 送孩子出国了 哎呀 还是那句话 这东西啊 现在是狗尿台 长在金鸾垫上 铲除狗尿台 就会太碎头上冻土 怎么弄 惹不起 碰不得 但是都不惹呢 看他肆意在那封杀 又觉得恶心 所以呢 有些话 总要有人去说 有些事 总会有人去做 但我不希望别人做 各位保重 我是老王 谢谢